人好好的 为什么突然就脑梗了呢 今天这条视频给大家讲清楚脑梗是如何产生的 以及如何预防 只要我们认识脑梗了解脑梗 才能更好的去对付脑梗 脑梗简单来说就是大脑血管给堵了 血管不通了 那血管它为什么会堵了呢 首先就是血管中硬化斑块的形成 血管壁开始变得不再光滑 同时血管中的脂肪、钙、糖等这些物质 不断的沉积在凹凸不平的血管里 导致血管越来越窄 这个时候由于某种诱因 比如便秘、情绪激动 以及天气寒冷等等 导致心率加快、血压升高 血管里面的血液流速会加快 血液在凹凸不平的血管里 撞击力度更大 导致血管中的斑块破裂 进而形成血栓 把本来就狭窄的血管给堵死了 导致大量的脑细胞因为缺血缺氧而死亡 最终就形成了脑梗塞 那怎么预防呢 主要就做好这四点 第一、合理的安排饮食 丰富的饮食结构 低盐、低脂、低糖饮食 第二、要充足的饮水 避免血缺形成 第三、适当的进行锻炼 尤其是现在天气比较寒冷 室内外温差非常大 进门和出门的时候 很容易导致血管急剧收缩或者扩张 引起血液循环障碍 诱发心梗和脑梗 第四、戒烟陷酒 同时呢 学会调节我们的情绪 不要大悲大喜 尽量让我们的心情放松